今天大家玩得开心吗? 开心! 诶?小脸呢? 这几个出来的是小脸 不知道以为出了个多巴呢 我在哪?我看不着道 慢点慢点 给我拿着去,你给我震着 还有钱呢 别别别,别玩了,我都累了 这就是,这都玩饿了 放心吧,给你们准备好吃的了 是吗? 准备啥好吃的了? 就是 烤串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 谢谢 这是你的 宝洁 你这有点太不公平了吧 你说就干嘛,这咋串 这也吃不饱啊 还有汉堡呢 这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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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吗? 李宝洁,这个事我得批评你 你对我没有以前好了 哪不好了 这怎么准备的东西 比以前小呢 保安队,保安队 请注意,请注意 收到队长 马上到正眼 记得 收到,请回复 收到,收到 马上就到 哎,小脸,你今天不休息吗? 你干嘛还带队长机呀? 下班不下线 随时准备为我们业主 进行优质的服务 小脸认识工作的时候 太帅了 宝洁啊 要我说你太过分了 我哪做的不对吗? 我是说你对于小脸好得太过分了 宝洁 不是我说你 像你们女孩子就应该矜持一点 是吧? 你说着你对她这么好 人家还说你 我跟你说啊 你要让她知道 你李宝洁不是非她于小脸不可 你也是有人追求的 哎 这个主意好啊 我找一个人 气气她 对 那还用找吗? 我就行 你把串儿给我完整 串儿可以给你男朋友 就算了 我找人去了啊 去吧 行 你就说 像我这样的人 今后得找个啥样的女朋友呢? 你得找个会烤串儿的 啊 吃吧 回来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快不行了 我一到正门 就发现 我自己一个人站在那里 不是说区集合吗? 对面小区喊的 我穿屏了 下面有请 我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 每拉一个乘客 那都是一对美丽的邂逅 但自从我拉上她 我就想邂逅 甚至想邂逅 你满 你至于吗 他咋的了 哥你不知道啊 就这大哥 每天准时准点 早七晚酒 就让我拉的 在中间这嘎转眼 他上车一句话不跟我说啊 说 上车只说三句话 走 转 哎 你靠边停 我想吃点饭 哦 他吃饭 我问他 那个大哥 想吃点啥 想喝点啥 不 哎 我来吧 我跟你说我们大沈阳 有老多好玩的地方了 那我给你推荐一下 那个大哥 咱沈阳啊 也有很多好的旅游景点 嗯 像什么故宫啊 北市场啊 我带你去转一转呢 哎 哎 他老爱 咋的 爱情出现问题了 嗯 哎 状态不一样了 看来真是感情上的问题 那个 大哥 要不这样 你愿意说说的话 我们都愿意当你的聆听者 哎嘛 别听了 我都听三天了 你看他说话吗 他都不跟我说 能跟你仨说呀 那我就跟你仨说说 你看看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就错在 我不应该 长这么一双清澈的眼睛 看到了这么 感人的一幕 让我深陷其中 无力自拔 别说拔了 就是蹬 也蹬不上来 就像那首歌唱的 蹬啦蹬啦蹬啦蹬不上来 蹬啦蹬啦蹬不上来 蹬啦蹬啦蹬不上来 蹬啦蹬 没讲就唱上了 你又表达什么呀 你听我给你威威道来 我是一位来自南方的朋友 十一期间 我领我的父母来中间溜达 哎呀 溜达溜达 就被中间的美食所吸引 我想吃老边酒 我妈想吃中间大骨 我爸想吃西塔大骨面 哎呀那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呀 最后我们仨的意见 非常统一 嗯 各吃各的 全英雄 因为咱 沈阳美食过多嘛 美食太多 是 就在我们各吃各的时候 只见一位老太 哭啪一下摔倒了 空隆一下躺了 不秧了就来了 我偷懵就给你耗出来 你哭啪一下空隆一下 不秧一下的 你确定你是来自南方的朋友 确定吗 在南方生活的北方人呢 你看我说的嘛 是不是 哎 欢迎来我们大刁宁啊 也欢迎来我们沈阳 我跟你说这个 我们沈阳美食 不仅有美食 对对对对 我这还没说完呢 欢迎放一边 我说那有个老太太还躺在地上呢 在哪里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 我刚才我不说有个老太太躺地上 对对对对 我用家乡话跟你说吧 就是有个老太太躺在地上了 哎 就在这紧急关头 有一个善良的姑娘伸出了她的援助之手 哎 她先是人工呼吸 嗯 然后再心飞复苏 终于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老太太 走了 啊 啊 对 就像她们这样 站起来 能走了 哎呀 哎呀 呀那姑娘太善良了 我一下就爱了 嗯 我爸妈一下就爱了 是吧 那爱了就爱了呀 我妈说儿子 你要有本事 就把她们接回家 嗯 你就取她当喜 然后我就来到这里啊 我也想做咱们沈阳的女婿 哎呀 我明白了 小美丽 啊 这是来找你 找我 我也没救人呢 找你过来帮忙了 这是我们自媒体的博主 她可以开场直播 或者录个视频 刮下在那上给你刮上 就可以找到 那个美丽善良的朋友 是吗 哎呀 还真摸呀 没问题 那把这一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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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准备啊 来 三二一开始 哈喽粉丝宝宝们 大家好 有一位好心的姑娘 救助了一位晕倒的老太太 旁边的一位围观者呢 急于找到这位救人的姑娘 啊 这位旁观者 啊 你自己跟服 你叫什么 那个那个 就我就喳喳 就是那姑娘特别漂亮 啊 就是说怎么形容呢 怎么形容 就是头发是那样似的 就是眉毛是那样似的 眼睛是那样似的 嘴巴是那样似的 嘴巴是那样似的 请妙婶的姑娘啊 看到直播 马上联系我啊 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啊 我客气 我不知道这个妙婶的姑娘 咱能不能找到啊 但是呢 我喜欢你这样的行为 是吧 遇见了 咱就敢爱 咱就敢追 追 我跟你说啊 就像 那样姑娘的善良的 那样姑娘的 有的是 哎 你说啊 我们四个帮帮忙 没准就能让你成为咱 沈阳女婿 不是吗 啥呢 我就让你给我演一伙儿男朋友 你让大伙看看 知道她是我演你男朋友 不知道她演你闺蜜呢 女装啊这是啊 再说了 你说我一个干房产 总界的 你让我演戏 你胆得多大 待会儿啊 你就放心大胆眼 一定要勾起小脸的醋意 你放心吧 这也不是为了你 谁让余小脸 是我最好的兄弟呢 你对他有那么好 我希望看到他幸福 别说气人了 我气起来人呢 就恨人了 走 哎呀 我也有追求者啊 我跟你说 大胆去追 对 对吧 就是 我回来了 哎 怎么说话呢 说错了 应该是我们回来了 都在哪 到底什么情况 没情况啊 就是简简单单的 在一起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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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提 是你啊 是我咋的 是你 打错了他 是你 我 对 是你 你动了我的心鞋 妈呀 我啥时候动你心鞋了 等一下 鞋 西安 鞋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您是哪位 十一的时候 你在中间 是不是救了个老太太 啊 这事 是 但您是 我就是那个老太太 啊 哎 旁边站着的 为官司啊 啊 那我 那我是 真没记住 但是我 记住了你啊 说的你 哇啦哇啦的 跟我女朋友这么说话 你什么意思 我大哥教我了 追求女孩 得勇敢 大哥教你早了 我这次来 是有病的 车证 身份证 保产证 还有我们天里头 聊过来找他 说明我这个人 逐一证 我看他多少 还有点 作动证 别管 你有什么证 我头省证 没用 这是那个 我家的钥匙 如果你愿意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家的女主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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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的是什么 房子的钥匙吗 兄弟 我跟你说 我比什么都容易比不过你 但是你要跟我比房子的钥匙 你好像创枪搞成了 你有 抱歉 我这是三百多把钥匙 你要几个吧 你随便有 你看 房子的钥匙对我多好 这三百多个房子了 都给我 我说你俩还演吗 你从哪看出来的呀 我那是从他们和他们都能看出来 你往前看看 你俩掉牌都没摘呀 你再说了 李宝洁 你是像公银期货吧 我告诉你 是新买的衣服 然后临时套上了 眼情侣过来借我 小姐你说 你看上的男人挺优秀 他挺聪明啊 你挺住 我们两个就是新买的衣服 这吊牌忘丝了 我现在我就 我就撕了 不对了 撕了 撕吧 我帮你啊 撕不下来 就撕下来了 我恨你了 那你俩 就往下进行恋爱了 对啊 我们两个就是 你要真心祝福 我们两个就正式恋爱了 嗯 正式恋爱完了之后 那就结婚了 嗯 结婚了混之后 那就幸福美满的在一起了 嗯 那三百多块房子都给我了呢 嗯 我我我承认我是假的啊 我是演戏的啊 我演不下去了 那个 不是不给你服 然后这都不是我 人家一组的 小脸啊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希望看到你幸福 才陪他演的这个戏 但我实在演不下去 看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 你们玩吧 那个 兄弟你刚才说 你有房子是吗 你要想卖 想租 你交给我 我全给你安排 还得明白的 再见 帮小赛 你 我都看错了你了 就不应该找你帮我演 哦 我看明白了 你们几个还蒙在鼓里呢 他是假的 哎呀 大哥你这个反应符 还是挺正确的 那个哎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外地来的那个朋友 渣渣 你们俩赶紧把这事说一说 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了 嗯 渣渣 是这样 我非常感激你 千里迢迢地跑过来找我 但是我确实私里已经有人了 我说的话你能明白吗 我不懂 我不懂 你说的每句话 我都不懂 他不懂 我怎么解释呢 这么说吧 我只想知道 是多么优秀的男人 打败了我 你俩 真般配 哎呀 行吧 其实我这次来沈阳 我也不后悔 我至少找到了你 我很开心 如果咱也能做朋友 我就更开心了 我这也表达完了 我去吃特色烤鸡价 沈阳 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带你去吃 沈阳最好吃的鸡价 行啊走 走吧 你俩等我 就你俩去啊 啊 我们四个也去 我们去 你俩也不行去 你是不是吃醋了 哎呀 你们回去不明白 你说呀 就一个人嘛 他老追你 他老追你 突然有一天不追你了吧 你容易闪一下吧 大哥 那个要不我先闪一下呢 我想马上离开沈阳 你别的 哎哎哎哎哎 沈阳就不能呆了 为啥呀 沈阳人不热情吗 哎呀 不是 是那个沈阳留了感觉 他太热情了 那就你说沈阳啊 吃在沈阳 嗯 喝在沈阳 玩在沈阳 乐在沈阳 我的热爱留在沈阳 我的心也留在沈阳 但我的身体 我这个人得离开沈阳 为什么呀 因为 我想把家搬到沈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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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来沈阳这些天呢 沈阳给我的感觉太好了 嗯 这用手歌呢 就是写男沈阳 那是怎么 前方倒站 沈阳站 哎 哈哈哈哈 这就是果实让你放的 就那首就是那个 你这样别当的了 这是唱我们沈阳的歌 不是 这是我看咱们聊着春晚放的歌 是吗 就是那首歌我就想不起来 就写了沈阳的 就是沈阳啊 沈阳 我的故乡 就是那首歌 行了 大家别说了 让我们几个呀 带你去老北市好好玩一趟